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 朝鲜如果完全契合 将拥有光明的经济前景 尽管朝美领导人在核内的会晤 没有签署任何协议 但特朗普认为 美国与朝鲜的关系 目前是非常牢固的 而且这些关系很强 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2月27号至28号 在越南河内举行 第二次朝美领导人会晤 因在解除对朝制裁 和无核化措施方面存在分歧 双方未能签署共同文件 但双方团队都表示 期待今后继续会面